小姐 小姐 您上药吧 洪先生 您来了 三尼小姐怎么样了 三尼小姐已经清醒过来了 只是 她情绪不是很好 不吃药 也不吃饭 您得劝劝她吧 好 谢谢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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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尼 对不起 三尼 是我们好 我不能怪你 即使你不怪我 我也会责备自己的 好 谢谢你 我 小姐 我 你曾经跟我说过 杀死戴斯特蒙娜的 不是奥塞罗 而是他内心深处的那个小鬼 那你 是我不好 是我的怀疑和猜疑差点害了 也害了我 不过现在好了 那个小鬼已经被我赶跑了 他不会再回来了吗 不会 永远不会 相信我 听话 吃点东西 好 刚才无非 他来过了 来 吃肉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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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姐 如果我现在退出的话 你跟无非还有可能吗 热河阻碍这次行动 组织会毫不努情地很清楚 您是说 你们要对无非 他已经不止一次成为我们行动的障碍 下一次 我们就不会那么客气了 柏维 您为什么会问这样的话 我是不想看见他那么痛苦 不管怎么说他是我的儿子 我于心不忍 我明白了 你是可以于心不忍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 难道我只是一样东西 你想要就要 不想要就扔掉 甚至可以把我随便送给别人吗 难道我对你的感情 就那么一文不值 你的慷慨跟大方 真是让人心寒 不不不 不是那么回事 不想念 柏维 请您不要离开我 柏维 柏维 您知道吗 当初我和无非在一起 是因为我们太年轻 太幼稚 根本不懂得感情 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 那只是 我们年上无知时一时冲动 柏维 是 你 你 我求求你了 永远都不要离开我好吗 好